老饕必点还有番茄炒蛋 打好的蛋花配着切丁的番茄 红黄香煎好些引人 最后再来盘炒高丽菜 简单的三个菜老板娘确实半买半送 因为最近菜价实在吓人 涨了差不多三倍以上 其他的必需品像我们的纸巾啊 卫生纸啊 他就不知不觉他就涨了 他东西就缩水都可以涨价 变相涨价 真的没办法说还是要挑 上水果 肃镇的水果也涨得夸张 巴勒跟去年同期相比涨了三成五 更不要说葱涨了超过两倍 番茄炒蛋和炒高丽菜这两盘家常料理 丈夫也飙了一倍 让许多婆婆妈妈现在干脆不买菜了 煮一只菜乳茶买了贵一点 餐厅吃饭比较便宜 吃不完可以打包回去 民众感觉菜价贵松松 因为主机处公布八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比去年同期大增3.42% 创下2008年9月以来的新钩 其中吃的涨得最凶 八月份受到连续两个台风的影响 使得这个蔬菜水果的涨幅呢 分别达到57.93%跟20.14% 光是蔬菜跟水果就对总指数 推升了1.89个百分点 如果以每个月支出6万元的家庭来说 光是买菜就要多花828元 还有油价上涨民众加油前也要多花242元等等 整个月支出总计要贵了2052元 不过主机处还是认为全年物价不会破二 蔬菜水果的因素它涨得快跌得也很快 目前的评估还是维持在八月份所公布的1.93 政府官员已在强调物价波动没有异常 不过数据会说话 民众的感受似乎也是打不通 各位刚刚提到葱爆牛肉 我很爱吃 你们吃过姜爆牛肉吗 比较少哦 我前天就炒过 佛文厂也吃 为什么姜爆牛肉 我去青年买菜 过去老板都送一把车 一把不是金了 送一把葱给我 这次他说 虾口秀 不好意思 今天送金 肠子没多上 为什么 太贵了 一小把四只花这个35元 比较大质的40元 这个价钱真的让很多人买不下去 我们来看一下 《苹果日报》 今天 第二季更糟 政府拿不住药方 消费不振 出口衰退 还带死这个人 最新一期亚洲政经风险报告指出 台湾第二季GDP成长率为-0.18 国内生长种子 不仅在亚洲四小龙庄排名最后 甚至在亚洲十里的主要国家或者地区中首次垫底 且是唯一负成长的 创下今年经济表现最糟糕的纪录 这个GDP 亚洲十二国之末 恭喜 很多人看的 买口 没白色 这是这个 8月物价涨幅飙到3.45% 国际走款 台湾物价却逐月的飙高 这是联合晚报 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基亚洲主要国家 7-8月的CPI年增率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 台湾7月2.36% 8月3.42% Vigo1.4% 日本负0.4% 中国大陆1.8% 南韩1.5% 新加坡4.0% 香港1.6% 我们大概唯一比新加坡还要好一点点 但是这样的一个表现 马英九 你不学张同龙说一下吗 我真是插进无能最混蛋吗 刚刚我们看到两个数字啦 一个是CPI CPI高达3.42% 另外一个就是第二季的GDP 负成长0.18% 这代表什么 代表经济停滞没有在发展 收入减少物价增加 结果物价给你增加 这个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停滞性的通膨的风险 CPI3.42% 其实一般人民的感受绝对不是3.42% 你看很多随息产品很多很多电器用品 其实是在降价啦 其实包括汽车也都在降价求售啊 所以那些民生的必需品 其实涨幅都是四五十%以上 这些都是民生必需品 都是核心物价 人民的真正的感受是这一部分 这么大的痛苦 马英九拿不出对策来 是 来 这次的这个物件的企业 都是企业 一定要消费的 就是善良人 一定要吃的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这个行政总处 它有足迹总处 有一个通计 低所得家庭的CPI是企业3.71% 中所得家庭CPI是3.46% 高所得家庭是3.14% 我们中平均是3.42% 所以人家越散了 越要吃的东西越要用的东西 走不去的 越贵 垃圾 电 都走不去 蔬菜水果 起的一两八% 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 消费者物价指数里面的消费项目 有一些是 最基本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 有些是有钱买多一点 没钱可以少买的 有些是没钱也要买 因为要吃饭嘛 财米油盐降助茶 对 它起到最大 再来就是说 这大时间 我们刚才说的 停滞膨胀 停滞就是生存免费 膨胀就是东西最最容易起责 我们通常说 经济好 消费好 东西不必起责 这边消费 它是成本在推动 最最容易起责 所以成本推动性的这种上涨 没益 大家要买点 买点之后 结果呢 上海就低层了 所以这个新政府 如果要照顾人民 应该在其他的行方上面尽量 像油店 这尽量 瓦斯尽量不可以起 稍慢一下 稍拖一下 他给你做病 所以变成螺旋狀 一直拆掉 你今天瓦斯 起的时候 民主材 买东西 都要起啊 身份都要 文書会 都要起啊 所以这个成本推动 这大部分 是这个无人的政府 是 造太移民的政府 是 过意做一个政策的作用 是 为什么他敢做病 因为他说你不敢做病 像这样 这个刚才许天才委员讲的意印天分 那马总统的回应是什么 油店双掌大家可能忘了 他说一般民众不懂经济学 是 所以 許有源是经济学的 经济专家 都讲得很清楚啊 这个 你的物价 你的经济成长率 你各方面的经济数字 这都不好啊 是 只有马英九 还自我感觉良好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金建委是专门在拍马屁的人 那总统喜欢听拍马屁的人的话 引起民怨 是啊 所以你看说 你不要讲这些啦 你说外销订单 你说这个 我们的出口 整年的台湾这连续五个月都负成长 我们的景气对策讯号 连续九个月都红灯 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相关的 不管股市的表现 或者是这个整个包括说 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工业的生产指数 所有这几个月里面 这分数都会的啦 行政院的发言人还出来讲什么 这个是国际景气不好 政府都不用监督和政府都没关系 大家认了几个数字 亚洲十二个国家比较 我们也是没法命啊 同样的面对这些 国际景气的一个市场衰退的这个问题 因为其他国家好啊 有什么去台湾败 所以政府 拿不出对策 天天用这些拍马屁的观点 那台湾的经济一定死掉了嘛 所以我认为说坦白讲 到现在 是应该要换内阁的时候 陳冲上台的时候 所谓的安心内阁 吴敦毅的庶民经济 总统的633 总统的黄金十年 所有的政界全部都跳票的情况之下 你行政院长当然要嚇得换人做做看嘛 你行政院长不换 政府没有耳目一新 没有拿出新的对策出来 当然台湾的经济不会好嘛 是 我赞成 陈其麦委员说我赞成 我建议经济会主委引启明先生 做专业的部落格格主 他就专心去写部落格格主 好好的写写一些东西 让我们的马英九总统 让他能够多参考 对不对 我这次人没那么怀念 鸳蜜蜜 上菜我已经很久没吃了鸳蜜了啦 一斤剩下来吃五贵又有四败 是啦 驾死人 那我们的那个物价督导小组在哪里啊 江仪花在哪里啊 你不是说连蜡蜜也要去查吗 那鸳蜜就不用查吗 因为他是自然的这样子物价普通吗 稍查一下 还我们一个可以吃鸳蜜的醋油吧 连九層塔都剩六層塔 孙中央救